港澳辦主任黃剛雅最近接受紫荊雜誌訪問 提到特首的標準 特首的標準有四項 包括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和港人擁護 這四點 當然說完之後各方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亦談到有關於特首參選人 應該具備什麼條件 以港人的長遠福祉為依歸 向市民講清楚施政理念 透過選舉團結港人 帶領香港人向前走 中央的角度去看 行政長官要準確 貫徹落實基本法 全面準確客觀向中央反映香港的情況 提出工作的意見 亦都要符合香港的法規規定 符合香港情況的方法向市民解釋中央政策 落實中央的決策 這三件事包括中央對特首要求的標準 行政長官參選人應該怎麼做 以及中央對香港的要求等等 其實 內裡有什麼 玄機可以透露出來 究竟 到今天為止 哪一個 准參選人是符合這些要求 以及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說回這個話 我自己覺得是分開兩方面來說 第一方面就是 解釋到 梁振英 為什麼會 被迫棄選 你看到 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要求 等等 你覺得 梁振英這幾年是完全違反了這一類的要求 包括什麼 包括他能不能夠 準確地 全面地客觀地向中央反映香港的情況 提出工作意見 做不做得到 他會不會 符合香港法律的規定 符合香港情況的方法向市民解釋中央政策 落實中央的決策 做不做得到 很多人都說見言見智 中央路線強硬 梁振英又用強硬路線 其實是很合襲習近平的何車 大家要記住 黃光雅 是港澳辦主任 他不止一次接受這個紫荊雜誌的訪問 我記得 在 這個雨傘運動之後大概 不夠半年左右 黃光雅都接受過紫荊雜誌的一次訪問 那時候開始 大家知道雨傘運動 叫做無疾而終 香港是一個比較繃緊的狀態 突然之間港澳辦的官員包括黃光雅 包括馮毅 就向香港的 反對派或者民主派吹和風 馮毅就見過民主黨 在一個飯局那裏 黃光雅接受訪問 我很深刻印象 香港的輿論不是太重視 民主派 都是建制的一部份 民主派都是建制的一部份 什麼意思呢 民主派 我們都要分開 分別對待 譬如有些 是比較激進的 又是主張港獨 當然不是我的朋友 從統戰的角度去看 如果那些是 比較溫和的泛民 即是主張一國兩制 堅持港人治港 那些就是我的朋友 這就是 搞統一戰線 意思就是 團結大多數 孤立一小撮 於是 溫和的泛民 包括民主黨 或者包括民協 都會被視為 特區政府應該團結的對象 又不是打擊一大片 但是梁振英似乎 聽完黃江雅這番說話之後 不是很聽他那個 新的路線 或者這個吹和風的路線 的做法仍然 視所有的泛民 都是敵人 他不是 孤立一小撮 不是 團結一大片 而是 將所有的泛民 打擊 都視為 排拒的對象 都視為敵人 他就變成把擊一大片 從這個角度看 梁振英 為何會 沒有得選 因為他沒有進行 這條路線 以為 用強硬的方法 可以解決一切 問題 於是到今天 落得被迫棄選的 下場 對於 未來的特首選舉 什麼人才有機會 符合到 黃江雅提出這四個標準 愛國愛港 中央信任 這兩件事 其實 很多 現在出來的參選人都說自己是愛國愛港 都說自己可能會得到中央信任 究竟哪些才是真哪些才是假呢 梁振英舊愛國愛港 梁振英都自許說自己是得到中央信任 為何最後都落得下場 當然 中南海在想什麼 習近平在想什麼 我們真是沒有辦法 去量度 去預測 但是 他有沒有管治能力 從 這個 胡蘇貞 林鄭這兩個準參選人的角度去看 很多人都認為他們兩個都有管治能力 尤其是林鄭 他一個能力 我們經常都說 一個能力的官吏 他亦是一個學利 有些事情 要加零一這樣推行 不惜得罪很多人 他都要做 由能力變成學利 有些人說這個AO 好打得 比胡蘇貞這個比較 Layback的比較 有人說他比較客氣的 這個政務官出身的問責官員 還要有能力 但是 什麼人有能力 要看 適合什麼政治或經濟環境 去看待 這個我們先不評論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提到 港人擁護 或者每個行政總管參選人都應該其中一件事就是 通過選舉 去 團結港人 這點就重要 什麼惹人 什麼人 然後才會得到港人擁護 是不是事事對著幹 是不是走強硬路線 是不是要繞過某些程序 達到目的 即是不擇手段 那些人 才會得到港人擁護 還是不是 還是比較有親和力 比較去順應民情 比較用很多方法 和市民親近 關係比較良好的 大家有辦法談 覺得你是自己人 那些人 然後才能夠 港人擁護 和團結大多數香港人 我現在 就這樣看這個牌面 黃江雅所提的 四個 中央 對於特別行政局 特首的標準 我認為 胡蘇貞 是 勝一籌 給林鄭 當然 最後 誰能夠入籍參選 大家都不知道 黃江雅 在這個時間 但是 說一番的話 是不是 對於特首候選人來說 也有一個微然大意